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fan,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项目管理这门专题课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东西 首先还是老规矩,来复习一下上一节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上一节也就是第17讲,对项目实战实施阶段的内容的总结 在上一讲里边呢,我们主要对这个在项目管理的第三个阶段,项目实施阶段 进行一个比较归纳性的总结 第一呢,就是带领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一个大讲里边所讲的一些内容 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讲的这些内容呢 编写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业务或者部门业务的一份相关文档 这样的话,我们最终得出的这份文档可能会看上去更加的专业 更加的专注更加的更加的科学化 好,那我相信大家已经啊,根据我之前讲的一些内容 已经大家能够编写出自己的一份文档 好,那这一讲呢,给大家讲一下项目管理的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项目阶段,项目的结项阶段 在项目的结项阶段里边的这个项目的讲程制度 啊,我想,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题目应该比较了解 好,我们来看本节课讲的第一个小点 本节课的一个目的 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这个调一下 啊,本节课的一个目的主要就是介绍一下研发 主要介绍一下研发 在项目管理 主要介绍一下研发项目讲程管理制度和规范 啊,目的是呢,就是提高 啊,目的是呢,规范研发项目管理 充分调动工厂师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个呢,就是提高项目 提高部门项目质量和管理水平 促进项目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 啊,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这两个目的 好,再来看一下 项目奖励的一个重要性 来看一下 那什么就是项目奖励呢 项目奖励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由研发平台部通过精神鼓励 评优认同物质奖励 信任授权 成就渲染 职务提升等方式 给予项目组成员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激励满足 以提高项目人员的工作兴趣和工作热情 那这个项目奖励 主要的作用就在于提高这个团队成员的这个工作热情和工作的这个积极性 从而呢提高整个项目的一个完成的一个速度 来看一下看完了这个重要性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这个项目评分的一个标准 来看一下项目评分的一个等级 第一个就是项目文档的完成 需求设计和进度结项 那这三个方面我们来来来来去评判一个项目文档完成度 全部完成的话就是20分 完成了这个75% 就是15分 完成50%就是10分 完成25%就是5分 全部没有完成那就是0分了 第二个评判的标准就是这个项目的质量 同样需求全部完成那就是20分 个别非关键需求未完成 就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需求没有完成 那对整个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定为15分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项关键需求未完成 那可能就是10分 有一项关键技术需求高于一项关键需求 关键需求未完成那就是5分 全部需求未完成那就是0分 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两个 这两个一个是项目的文档完成和项目的质量完成 我相信大家有自己的认识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项目的进度 第一个提前完成的话 提前我们这一个周两个周完成那就是20分 正常的话那就是15分 延期低于总工期的20% 那就是10分 延期超过总工期的20% 那就是0分 那就是0分 那下面是带 下面的选项我们可以也参与进来考虑 就是这个项目资源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力资源 团队超过20人 那就是10分 团队超过在10到20个人 那就是8分 团队小于10个人 那就是5分 这个就是说 你团队做着做着的过程中 项目的 项目团队的成员可能有离职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调离到别的岗位 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原因 考虑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硬件的资源 设备超过100台 10分 设备超过50台 8分 设备低于50台 5分 全部需求未完成的 那就是0分 第五个就是这个项目的等级 公司级的你完成了 那就是20分 跨大部的 跨大部门的 那就是55分 我们平台部内部的 那就是10分 其他部门 那就是5分 评分等级 评分的一个说明 项目等级总共60分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123 那是三个比较重要的点 下面的是5 那就是参考 我们需要最终 可以参考的一个点 那123每项总共20分 项目等级总共60分 其中大于50分的 那就是A等级 大于40分的 就是B等级 那大于C等级的 那就是30分 小于30分 小于30分的 那就是 刚刚说错了 大于30分的是C等级 小于30分的就是D等级 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一个 一个东西 来看一下我们通常我们需要设立的哪些奖项 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优秀项目团队奖 这个奖的奖励目的就是鼓励项目团队协调合作 奖励的时间呢 一年是评定一次 那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项目 就是一年内完成的不完成的项目的个数不同 来进行 也是不一样的 评定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奖励的范围呢 就是研发中心全体项目内成员 一共两个 评奖的方法就是评分前两名 评分原则 我参考一下我们第三个项目评分的一个标准 奖金的金额就是团队的人数 每个人200块钱 封顶就是5000块钱 分配的方法就是项目经理得500 500元 剩余金额团队成员依然包括项目经理平均分配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自己定的一个奖项 就是优秀项目团队奖 其实这个奖项呢 可以根据你一年以来做的这个项目的个数 项目的质量 项目完成度来进行评评奖 一到两次一年一到两次不等 第二个就是这个项目的创新奖 他这个奖励的目的 是激发员工的这个主观能动能动性 创新性 这个顾名思义了 奖励时间就是一年平定一次 奖励的范围就是 研发中心全体项目团队成员 团队共一个 奖励的方法 鼓励每位员工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努力的发现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且主动的去解决它 实现的方式提供非常重要的意义 并被采纳实施 提供重大故障解决方案并被实施 能够开发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应用 用于工具 并被应用等 这三点呢 都是我们这个评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 由项目管理组记录每个项目在季度中的贡献 然后每半年呢 由部门总监从中选择对部门影响最大的项目团队进行奖励 这个奖项呢 可以分部门不同而不同 奖金的金额同样也是团队的人数乘以200 分顶呢就是5000元 那这个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这个财务能力啊 公司是不是土豪啊 这些来来来去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一个奖金的金额的分配吧 分配的方法同样也是项目经理的500元 剩余的金额团队成员啊 依然包括这个项目经理平均的分配下去 第三个是项目的团队进步奖 这个奖励的目的就是激发项目团队继续的努力 就是进步奖 奖励时间也是半年评定一次 我们一年呢可能会有两到三次吧 这样一个频率 奖励的范围就是研发中心全体项目团队啊 每次只有一个 评奖的方法就是连续两个季度在A以上的团队 在A以上的团队就是说根据那个项目评分的标准 我们评选出连续两个季度 他的评分呢在A以上的团队 奖励的方式就是部门大会表扬 并参与这个团队的建设 这个也算是一个安慰奖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包含的一个奖项 我们再来看一下奖金的兑现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说光频出谁谁谁哪个哪个团队 今年或者说是这个季度得了奖了 但是你又没有给他给人家兑现 这个只是说纸上黄金了 研发中心根据项目立项时确定的这个项目阶段交付物和评分的标准 由研发项目管理组呢 负责把符合提降条件的项目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这个总监 总监审查批准后按研发项目奖程制度实施兑现 最终我们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流程 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我们应该每人得到的这个奖励 每人应该得到的奖金 这边有一个注释就是说以上奖项中重复获奖的按最高奖项之行 不予重复奖励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那有有时候有些团队呢 他有的他有的时候可能获得到这个项目的创新奖 一次性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创新奖 还有这个项目的优秀项目团队奖 然后他们一次性获得了两个 那我们的话就以这个项目的最高奖项 奖金呢 来奖励这个团队内部的成员 不会去做重复的这么一个奖励 好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项目结项阶段的这个项目的奖程制度 来鼓励啊 项目项目团队内的成员的这个工作的能动性 工作的这个积极性 还有他的工作的主动性 主动性啊 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 提升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完成的这么一个效率 我们主要达到的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我们讲的在项目的结项阶段 项目的奖程制度 我们怎样去制定 我们怎样去评判 我们怎样去规范啊等等这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客户作业 第一个同样就是复习一下在课后呢 复习一下我们这节课 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并呢 拟定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或者部门业务的这个奖程制度 参考一下我给的这个文档 好 大家来看一下我给大家写的这么一份文档 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下面的奖程制度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也有这个变更记录 这个变更记录有它的版本号 它的时间 它的更新内容 以及它的更新原因 参与人 我们这边都有都有一些记录 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目录 我们通过可以看到看到这个目录 我们就能够清晰准确的了解到它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是什么 奖程的制度是什么 好 来看一下简介 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研发项目奖程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它的范围 以及项目的奖项的是种类 优秀团队 优秀团队 项目团队奖 创新项目奖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 在思维导图里边给大家介绍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奖项 大家往下看 奖金的兑现 一个附件 这个是给大家刚刚介绍的一个评分的标准 大家可以在课后参与参考我给的评判的这么一个标准 大家做出一套一份适合自己公司内部或者部门内部业务的一个更加规范的这么一个文档吧 好 那还是同样希望大家在课后能够认认真真地完成本节课我讲的这些内容 好 那本节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